iPhone15硬钢华为却连5G信号都是假的 美国还能装到什么时候呀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一年一度的iPhone发布会成功举办了 但是和往年不一样的是 这次iPhone新机发布没了原本的热度 相比去年iPhone14发布时 一连几个热搜词条的讨论苹果上新 今年的15可以说是暴冷 不仅如此 取代苹果的热度挂在热搜上的词条 不是别的就是前不久已经率先发布的 华为Mate60系列 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讨论 就连外媒在报道华为新品发布会的时候 也是一口一个华为竞争 根据媒体的报道 就在苹果新品发布的前后 有包括美媒在内的多家媒体 对苹果公司的近况进行了描述 并且表达了对苹果的担忧 其中日媒描述苹果近况的时候写道 苹果公司在华为新品的冲击之下 市值直接缩水了大约1900亿美元 甚至他们还拿索尼做了个类比 说苹果公司两天就跌没了1.8个索尼 而美国媒体面对自家上心 一边不遗余力的帮苹果勾起用户的好奇心 一边也藏不住自己的担心 不仅认为苹果在这场华为旋风中上场会面临危机 还直接说苹果今年整体的营收 估计都要迎来这三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事实上美国的担心也并不是空穴来风 正如他们所说的 自从华为Mate60系列机型发售之后 苹果公司的股价就一路猛跌 跌成了同期表现最差的一只股票 而现在即便是苹果打着好奇心上头的发布会 也没能拯救苹果的惨难局面 众所周知苹果上心一直主打的就是挤牙膏的路线 那点花样和技术能少放就少放 能多赚就多赚 而且就连那点拿来挤牙膏的东西 每次也是早早的就被扒了个底朝天 根本勾不起大家的好奇心 这次的iPhone15也是一样 之所以是如此的惨淡 那就是因为它真的没有搞出什么花样 尤其是在和华为两相对比之下 那就更是没有什么竞争力了 虽然苹果上心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看点 但是近期曝光的一条有关苹果的消息 还是再次刷新了我们对美国的认知 之前有业内人士发布消息说 苹果手机存在虚标5G欺诈消费者的情况 具体来看 那就是在北京地铁10号线上 在大家手中的手机都刷不出5G信号的时候 苹果手机的脚标却赫然显示着5G 而且连过树站都是同样的显示 要知道苹果手机的信号那可是出了名的差 在此前苹果和华为的比拼之中 其他缺点都还能勉强被带过 但是一个电池不行 一个信号不行 这是必无可避的问题 而现在苹果却能在其他手机都没有5G的情况下 显示5G标识 难道是苹果有什么隐藏的功能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 尤其是相关人士在询问过北京地铁工作人员之后 也确认了10号线是压根就没有5G网络的 苹果没有5G还要硬装的事情 可以说是实锤了 这个消息一出再碰上苹果新机发布的节点 立刻就掀起了一片嘲讽 不少网友就直言 苹果是跑不出5G的网速还非要装5G 华为是网速都要超过了5G了 还在标4G 同样是虚标差距如此之大 美国拿什么竞争 的确苹果虚标5G可不是欺诈消费者那么简单 就像大家熟知的那样 苹果手机充其量就是美国虚伪标志的一个代表罢了 在这场华为与苹果的较量之中 华为不仅撬开了美国芯片的封锁铁幕 也让他们逐渐撕去了美帝的伪装 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聊 请不吝点赞关注 请不吝点赞关注